佛说往昔 落叶起尘 有长者子得病生困 几乎尘中大义子月 归我治愈 大于钦才 这意思都不难懂 有个大夫长者的儿子得了病 病得很苦 他就叫尘中有一个大义子 有个很好的大夫来求他 这个大义子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 他找他来治病 他是你把我病治好 我给你很厚的报酬 要大于钦才 我来仇谢你 结果病治好了 病治好之后 他就不给他钱 这就是誓言 不给他钱 这没多久的时候 他又得病 这个医生 这个医生又给他治 治好之后 他又不客气 那么到第三次 三次他都没有实践他的诺音 这个医生也不好 这个医生就是释迦牟尼佛 勤势 他还是贪财 他说这个大夫张这次 欺责他 三次 都没有这些 这一次生病 再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不给他治了 我给他一点毒药 把他害死 真的 他起了这个念头之后 确实把这个人害死 这是友谊 伊森 在中国 我想在古印度 也不例外 社会上有两种人 最值得人尊敬 一个是教书的先生 另外一个就是伊森 为什么他值得别人尊敬 这两种人都是救人 教书是救人慧命 伊森是救人生命 要不要报仇 不要啊 是教书先生要收学费 那不把人笑坏了 那有这种道理 所以从前我们中国 这个家族 政府没有办学校 都是家族 有家学 要知道 这个民国跟政府 跟这个过去 最大的差别 就是教书 就是教书 中国极限年来 教书是家庭 负责责任 不是政府 民国年间 民国年间说 政府在这学校 从前没有 都是私宿 私宿是每一个家族 他们自己办的 就跟一个家族的子弟学校一样 家长 品行 好的老师 有德行 有学问 供养呢 是随意的 这个家族富有 供养就会多一些 这个家庭清寒 供养会少一点 教书的老师 绝不在乎供养 他只要自己 简简单单的生活 能过得去就行了 绝不给你讲究报酬 那学校里面的时候 还有复读的 不是这一个家族的学生 临近的邻居 可以读书的时候 老师也收 那么收这些学生 逢年过节 家长送一点书修 送一点礼物给老师 还有家境非常清寒 生活过不去的 有时候老师 还要补贴学生 他太可怜了 还帮助他一点加油 这是从前的老师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医生也是如此 医生请来 马上就治病 不讲医药费的 病治好之后 你家庭富有 包括大红包 这个这个 供养医生 如果家里面清寒的 那供养就少一点 医生不在乎 没有钱的 医生还要 尊宋医药 所以这两种人在社会上 普遍受到人最紧 这就人的嘛 从事这两种行业的人 决定没有名利心 有名利心的人 这个行业他干不了 可是现在不行了 现在这个社会 这两行赚钱 你看老师 学校里面带于微波 他在学校教授不认真 他开补习班 让学生通通进他的补习班 交学费 这个收入比学校收入还要高 那医生现在也是如此 病人站在那里说 先告诉你 你要多少医药费 不拿来 不拿来就不管了 这是从前没有啊 所以社会风起走到了这一步 完全走向功利 人命 会命 根本就不提了 这是一切向前看 这社会上怎么能没有灾难 那灾难从哪里来的 我们要知道啊 所以佛患骨结痛啊 这个病呢 这就是过去生中 他是个医生 行医 多次给人治病 人家是答应 有报酬 最后都没有 怨恨在先 少慈悲心的 见死不救啊 还要有家用者 要 害死这边 最后 佛说出 这个因果的事情 死一直在 做我身世 那个时候的医生 就是释迦牟尼佛 那个身边的那个人呢 就是现在的提婆大多 那个时候 我用药 害死 害死他 一世因缘 受诸苦报啊 现在成佛的时候 所以他常常有 骨结痛 而提婆大多的时候 是天天找他的麻烦 他跟提婆大多的缘很深 但是都不是善缘 都是我缘 真的 生生世世 渊渊相报 成了佛了 你看又变成一家人 他们的关系是堂兄弟 他也跟释迦牟尼佛出家了 专门干 破坏佛陀的事情 这经典里面的记得就很多 我